全国司法界人士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庆祝大会 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博杜代表总统宣读训词 行政院长严家干致辞说 实行法治是推展民主宪政的要务 司法院长谢冠生勉励司法人员提高办案效能巩固法治基础 最后由司法行政部长郑艳芬颁奖给资深极优的司法人员 全省各间所作业成品展览会在新公园博物馆展出 严院长由政部长陪同前来参观 展出的成品有木器、藤器、竹器、铁器、刺绣、针织、边阶、雕刻等家具都非常精美 司法同仁一文作品展览在司法官训练所里面展出 都是司法人员利用公余、绘传的美术和书法 严家干院长在参观的时候备驾赞赏 现代犯罪着重科学侦查 一项犯罪调查科学技术工作展览在司法大厦内展出 严院长在政部长陪同下历临参观 并听取司法人员解说各项器材的功能 台北监狱自建的女子监狱也在元月十一号举行落成典礼 政院部长主持仪式说明这座女监的落成是我国典礼史上的创举 严家干院长出席致辞认为利用优美的环境来感化受刑人 必定可以收到潜移默化的效用 减少社会的犯罪事件 台北新间位于桃源归山 有各种工厂、教室、疗养室、储藏室、康乐室 被誉为世界第一流 并且是东南亚独一无二的现代化新间 年来前往参观的国际宾客无不同声赞誉 这是我的網站 我们下期见 回到至少社会 未经许的第二十五天 未经许的病惑 未经许的患者